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1月26号 大陆知名维权人士胡佳 被北京国保警察以涉嫌 寻衅滋事的名义从家中带走 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当天下午5点多 胡佳在推特上表示 刚才17点20 多名穿制服的警察出现在我家门口 出示手续要以寻衅滋事的名义传唤我 胡佳在推文中说 他上一次被国保传唤 是去年的3月14号 那一次国保总队将他打伤 他估计这次被传唤 肯定和他在网络上 为伊丽哈姆、许志勇、丁家喜、赵长青 呼吁有关 不久胡佳再次发推特说 我马上和国保总队的人走了 也许会先到中仓派出所 我做好被羁押的准备 如果24小时没有消息 请告知我的律师莫绍平、尚保军、丁喜奎 据了解 胡佳从上周一开始就已经被软禁 外出都有警察陪同 胡佳为之呼吁的中国新公民运动发起人 法律学者许志勇 26日被北京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4年 海内外对此想起了一片的谴责之声 近美国政府表示深感失望之后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也批评中共当局的这个举动可耻 国际特赦东亚研究部主任赖夫指出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可耻 但很遗憾的也是可以预期的判决 中共当局再次选择以恐惧统治取代法治 赖夫表示 北京当局起诉与新公民运动有关的人士 也显示中共领导人对于社会大众提出改变的要求感到恐惧 赖夫强调 许志勇是良心犯应该被立即无条件释放 另外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新河县1月24日发生连环爆炸事件 中共官方声称 事件中6人被警察枪杀 另外6人自爆死亡 5人被拘留 中共当局将这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 但是却没有公布袭击者的身份 事发之后全程戒严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袭击者驾驶车辆试图进入当地的步行街 在农贸市场门口与警车遭遇 警方开枪 而车上维吾尔族人投掷炸弹还击 波及当地的一间超市 有目击者说 死者中有一名维族妇女 另外一名目击者指出 维族人的车本来是对着警车去的 针对这起事件 世界维族代表大会发言人迪李夏提 对台湾中央社表示 中共正在胁迫维吾尔人 接受侮辱性以及歧视性的殖民政策 国际社会应该采取紧急措施 迫使北京停止在新疆 连续镇压和挑衅的政策 迪李夏提说 中共的连续镇压 正在导致新疆局势进一步恶化以及动荡 而且遭开枪镇压的抗争者不分男女 他担心更多的抗争者 会因为无法承受中共的镇压政策 而失去性命 好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